酒吧裡人身鼎沸 熊敏男子拿著紙袋坐在角落 這時他突然彎腰 就是這個動作 被坐在旁邊的前議員李婉玉懷疑 投走他要價二十萬的名牌皮夾 因為我是背對的 我不曉得 所以就是他有彎下腰 因為也沒有辦法可以懷疑什麼 所以我的皮夾就是很有紀念價值 所以我用了十多年 語氣透露無奈 因為這個皮夾 阿莎第一次當選議員時 收到的禮物 2010年李婉玉當選新北市議員 開心跟支持者擁抱在一起 欣喜異語言表 當時收到的名牌皮夾 用到現在相當珍惜 非常好的朋友送給我 就是慶祝我當選的 在十多年前了 然後當天因為有同事還我錢 我平常皮夾裡面都沒有錢 因為我花不太到現金 那天有五萬塊現金在裡面 然後十幾張的信用卡跟證件 李婉玉在今年四月跟幾個姐妹 到東區酒吧續攤 他去上廁所時皮夾不易而飛 裡面還有現金五萬跟證件信用卡 看了監視器之後 證明男子有彎腰扣鏡 李婉玉因此提告 但檢方認為 這彎腰部的認定是偷竊 予以不起訴處分 那因為彎腰這個動作 不能直接導推到 他有摸到錢包 或他有竊取錢包 所以檢方可能做成不起訴的 結果是比較大 孫敬男子表示 當下在放紙袋沒有行切 身為旅美華僑 定居國外先手在台灣 根本沒有動機 只是李婉玉莫名醫師 用了十多年的皮夾 找不到兇手 掉監視器也看不到 只希望心愛長頰 有人發現的話 能夠誤歸援助 再次上次王家狠 台北藏寶島